精神的美術館 我要特别表示最大的感谢 也是要表达由衷的欢迎 这十二位委员 有来自日本 有来自德国 来自西班牙 来自荷兰 还有来自国内 所居一职的这领域的翘主 所组成的十二位委员 来到台南帮助我们 在1983年的时候 台北市市立美术馆诞生 之后有高雄市立美术馆 以及现在的台中的国美馆 在1990年代 台湾的艺术发展 可以说是以美术馆为轴心 而拓展出去 但很可惜的 不管是在台湾或在国际的 艺术界里面 可以说扮演非常积极角色的台南 却始终没有一座 足以代表城市进行的美术馆 市民引以为悍 前后也已经打一甲子之久 我们从刚刚叶局长的说明里面 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可以看得出来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还有赵基人陈卫东老师 以及林范丽老师 陆朝青老师 还有曾旭正老师 陈国宁老师 以及肖雄瑞老师 还有吴玄山画家 还有四伏 还有四伏 这一两年来 大家努力的筹划 今天终于在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也就是在规划设计 在规划可行性评估之后 我们已经召开国际标 而且又得到国内外的专家的帮助 组成这个林省委员 刚岳局长也有提到 我们说到的案件 也有来自国内外 我们非常期待 在这次的林选里面 能够选拔出 足以彰显台南文化价值 以及城市精神 又可以让台南的艺术家们 引以为荣的一座美术館 我这样的目标 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来追求 最后我就再次代表台南市市民 由衷的感谢过去的筹刘会的辛劳 还有市府 小秘书长 还有文化局乐局长 大家的辛劳 尤其要感谢林省委员 大家的帮助 也祝福这一次的林选 能够顺利充满成功 谢谢